音源蔣偉文日前開車外出工作 沒想要卻被導航坑慘 他在社群平台發文透露當天自己 正要前往瑞芳區黃金博物館拍戲 從桃園出發後便跟著導航的路線行駛 不過開到瑞芳山區時 導航卻突然失靈 不斷重新計算路線 還帶他繞山路 開進狹窄的小路、低矮的隧道 甚至在山區墓園亂展 就是去不到拍攝地點 其間蔣偉文還因為在狹窄的山路遇上對頭車 山壁時不小心撞凹了 車底的保險桿 最終整整遲到一個小時才抵達拍攝地點 讓他殺人直呼 不明白GPS為什麼會突然開啟路吃模式 他的貼文也引來網友留言 分享自己也遇過類似經驗 有人認為山區收訓不良 加上雷雨天原層較厚 才會造成GPS定位錯誤 因此前往山區時 建議向當地人問路比較好 為了 ほ得 遇到 感谢观看